图片来源,视觉中国因为货币政策有所宽松,房价还要涨的生意最近不绝于耳,但昨天,政治局会议上的一句话,彻底击碎了这一美梦。 在今天上午的A股和港股市场,地产股埃红遍野,融创大跌,恒大大跌,万科大跌,据新考试报道,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日召开会议,分析研究单前经济形势,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,审议中国共产党建立处分桥栗,对于目前的楼市,政治局会议要求,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, 坚持阴长失策,促进供求平衡,合理引导预期,政治市场秩序,坚决遏制房价上涨,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,凭我健康发展长效机制。 这句话有多重要,熟视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管兴也和首席研究员朱振兴表示,房地产作为一个市场化产业,没有问题的时候,不会进入政治局会议的讨论范围, 一般政治局讨论房地产都是偏紧的定调,这次也不例外,一盆冷水之后,今天的A股和港股市场立即有了反应,地产股普遍下跌,地产板块率由由一大片新开A股市场,根据铜花顺数据,今天早上开盘,房地产开发板块便开始走低, 虽然有短暂的反弹,但截至上午收盘,整体下跌了1.08%,再看个股,房地产开发板块的126只个股中,又92只早盘下跌,其中,7只股票跌幅超过4%,另有7只股票跌幅超过3%, 其实,今天房地产企业受创最深的,还是在港股市场,其中,新城发展控股跌幅,达到了7.95%,紧随其后的是融创中国,下跌6.27%, 此外,还有3只股票跌幅超过5%,另有13只股票跌幅超过3%,政治局会议,坚决遏制房价上涨,昨天的政治局会议之后,分析师分为将焦点聚集到了两点,房地产和货币政策,而这两者之间又是密不可分的,先看房地产,熟市金融研究院分析称,一季度的时候房地产还比较稳定, 所以4.23会议并没有期,但过去一个季度,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,货币宽松的预期开始,但很多人憧憬地产偿控的放松,中央这次新加的一段话,算是把这个预期浇灭了,整治市场秩序,坚决遏制房价上涨,中央的政策取向显然和2014年不同,2014年定向下者之后不久, 我们就等来了930地产刺激新政,但这次的930恐怕不会有了,海通宏观分析时将超和于博,房地产涛漠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,如果放任房价上涨, 那么无论居民和企业,都会习惯取债投机,而失去努力奋斗的动力,二季度以来,经济下行,扩大内需引发走老路刺激地产的联想,而本次会议表态, 整治市场秩序,坚决遏制房价上涨,这一强硬态度明显,不同于4月会议的保持楼市健康发展,意味着下半年楼市调控难见网,松, 盆改货币化安置等推动,房价上涨,的措施或会逐步收缩。 此外,会议提出加快建立,促进房地产市场,平满健康发展长效机制,而真正的长效机制在于房产税, 是否有决心推出房产税其实是检验,是否真正愿意抑制房价的事件时, 随着洋行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,近期市场对楼市的宽松预期又开始显现,此前, 美景小编微信号NBDNEWS统计发现,6月份全国楼市出现回暖的情况, 从6个月房价指数下降城市数量发现,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, 房价指数下降城市数量基本呈现逐月减少的趋势。 数据来源,国家统计局就在这时,新华社联发5篇,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书评, 新华社文章提到,一,楼市调控目标不动摇,力度不放松, 二,改善和创新楼市调控手段,精准出击,是巩固楼市调控成果的当务之极, 三,楼市调控运从锦从严,精准出击,增强预期引导,加强制式整顿, 紧防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成为新的风险聚集地, 四,控地价是控房价的基础,做好地价房价联动调控的大文章, 直接关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成效。 五,要重视居民住房出租市场的发展和规范, 特别是规范住房租赁经济行为。 图片来源,视觉中国就在政治局会议,为房地产定下基调的同时, 一线城市深圳昨天也发布了又一轮调控政策, 号称深圳史上最强楼市新政,居民,购房三年内介绍, 企事业单位不得购买商品入房,打进离婚买房。 分析时,货币政策还是微调,不是转向与房价息息相关的, 是货币政策。 几天前,海通宏观分析时将抄在这些年,我们放过的三次水。 一文中提到,过去十年,每隔三年左右来一次放水, 而每一次放水,都会伴随着房价的上涨。 而这一次,在流动性紧缺的情况下, 央行还会不会放水,成了市场关注的焦点。 昨天的政治局会议要求,保持经济平和健康发展, 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, 提高政策的前瞻性、灵活性、有效性。 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, 要把好货币供给走咱们,保持流动性和理充裕。 要做好我就业,我金融,我外贸,我外资,我投资,我预期工作, 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。 熟视金融研究院分析称,中央这次会议给出了明确答案,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,是永恒不变的逐级条, 但真正的门道在后面的具体政策描述里, 上次是删掉了,管住货币供给走咱们, 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力增长, 强调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, 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。 这次变化明显,重提管住货币供给走咱们, 也就是说,目前还是微调,不是转向, 万件的基调不能丢,熟视金融言,就原本稀释才来, 现在再去放水对经济是必大余力, 过去十年三轮大宽松,经济反应越来越迟钝, 另一方面,现在放水会导致挤泡沫, 去杠杆的努力付诸东流, 如果现在放水,流动性不会定向流向实体, 而会涌向金融市场,制造新的泡沫和杠杆,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新华社, 厨市金融研究院,江潮宏观债券研究等每日经济新闻。